我們今晚先講禁室為何沒有了呂王 呂王仍是貴體為和 所以今天仍然休息 接下來星期三 我們有一個決戰中環 暫停一次 亦因為不止是他,不關他事 還有個蕭公子和楊公子 三星聯珠 介紹一下嘉賓 今天的嘉賓 大家會來吞錯台 去成寨 這裡是forum 成寨的大聲公 人稱大聲公Gordon Poon 就來客串一集《禁室不禁話》 因為他最喜歡說這些話 對,因為今天是剛剛選擇星期五的 就來下班通報 就說CY決定不再參選了 他沒有說到下一屆 他說這一屆 他沒有說不參選 他說不連任 不會爭取連任 不會爭取連任 我覺得還會留下 有很多事情 所以一會大家可以說一下 很多元機在裡面 先說這句說話 有什麼元機 就是 不爭取連任 就是 有什麼元機 就是說會連任 就是開個生口而已 就是我不爭取連任 但是不是我爭取的話 又有人逼我連任的話 就連任了 有這樣的行為 我覺得不用這麼複雜 他真的不做了 真的不想做 我覺得不是他選不選不選 他沒有選項 對 問題就是 有人叫他不要做 或者恐嚇 或者 不想恐嚇 用什麼恐嚇 叫不聲就行了 或者不是 因為我覺得他有少許反叛 這個人 是嗎? 你覺得他 是嗎? 這些人都很羨慕的 不是 我覺得是他的女兒 他猛然知道 原來他的女兒的病 根本是 是被精神病 不是啊 就是我幻想的 看他的樣子 吃到周面都腫了 其實他十月進了醫院 是啊 他吃到腫了 就是因為他受到很多壓力 抑鬱 所以我覺得是 他的女兒就給了一個很漂亮的落台街 嗯 就是預備了給你 如果你還不放手的話 你也只會一路住醫院 我就覺得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高 硬 硬一點 我認為 那個是落台街一定的 那次 就等於當年 腳痛 腳痛一樣 難道他真的有腳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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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精神過我 還有這些山東差的後代很厲害 很厲害 你記得楊元龍嗎? 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嗎? 這個說他有癌症 就快關了 骨癌就是關了 所以他不受得審 於是他就被放走他 審他回來就沒事了 死不了 不知道多厲害 法庭放生了 立即康復了 另外一個女友 憂德根 老人痴呆 不上庭做證 一旦放了他 當場我就痴呆了 看那個痴呆了 立即出書 看那個痴呆了 真的 看那個痴呆了 你相信他們痴呆 還有啊 那個台灣的周杰倫 說不當得兵 家族性的脊髓 不知道什麼嚴 然後不用當兵 就馬上去大灌籃 所以慘了 藉口 我就沒有你覺得 那麼黑 那麼硬 我覺得是交換 為什麼呢 他還揹著那條數 那條數很大 如果 我就批他那條數 不告他 因為今次聽話 要是交換他的晚年 交換不用 即是不用坐牢 即是先不告 告很面猛 好像現在爭著事 要上庭 所以他把老婆一手上庭 很無癮 但是曾卓士都交換了 應該沒有事 所以他在報紙寫了 其實曾卓士交換了他 被人搞 因為不過23條 所以他們應該封了個碑給他 但是這樣說 曾卓士說交換了 但是仍然 落你面 不能聽說老土理 老土理就是叫你上庭見見官 那你很無癮的 而且他要是 越兵的時候 黃光雅特登 走來跟他打支夫 坐他那天 然後跟著翌日就拘捕他 是啊 沒有錯 即是沒有事可以失去過這樣 那你一上庭 就有了日子 就貼了通告 除了法庭就知道 那不只是香港記者 而是中外記者 即是這件事都是一種羞辱 是羞辱 要你上庭是很無面子的 尤其你以前做過這麼大的官 所以我覺得 CY未必必須上庭 如果這麼聽話的話 如果要上庭 就真的 扶妖夫人又接兵了 所以不能回頭 他一定不能再彈功手做特首 沒有了 沒有的了 玩完的了 又說得那麼實 是啊 即是 他不是神燈 我講話是這樣的 我見到什麼就講什麼 但我不會說是一千倍一萬的 是吧 老實實 那個 那個 那個術士 那個術士 講到這幾排 每天都有連續劇 即是他的命 如何富貴十年 嘩 講到 哪個術士 這個術士你不認識嗎 即是肥肥的 我老友和我一起編過劇 是否編越劇 現在是轉行 以前是編劇 後來就轉了 白衛聰嗎 這樣就嚇人 不是 他是特地的 他是特地的 是特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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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有一天 突然間 告訴眾人 他是藏傳佛教 他是什麼上司 披世加沙 白白色的那個 是假的藏傳佛教 是 我又不認識 我也不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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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跟呂王說說這個 什麼叫做藏傳佛教 他很多人沒有認識 原來沒有所謂的 現在有些上司 他今天是漢人 沒錯 漢人不認識 他連梵文、藏文 全部都不認識 他看譯版就可以了 你這樣也可以嗎 這樣就差一點 那我講逆經的了 你是這樣 可以的 我叫學員出來示範一下 那就聽Live 你顧著 學員出來示範 就不要 你要有些日夕的學員 即是保證他們滿意 你不要說人生不生得兒子 生不生得就行 不是,很生養 我說他很生養 我覺得CY 我現在不叫他六八九 因為自從搞六合彩 這個六四九 六四八 六什麼 那個叫做什麼 我永遠不買 六八九 不是,因為六八九沒有出道 沒有出道 即是八和九沒有出道 那個叫什麼 那個 那個 六合彩 六合彩 我從來沒有買過六合彩 從最早開兩元起到現在沒有買過 因為我怕拍照 因為一定有拍照 一二三四七十 對 沒錯 那你會見到夏俊秋 夏俊秋很可憐 他做了六八九的 不是,做了這個秋長的主持人之後 大陸 不要看些事 大陸的那些 人民 偉大人民 掛了一張照片 不知道 是很開心見到他 就是崇拜他 崇拜他 因為他們覺得 是財神 覺得這個機器是假的 是他操縱的 是他操縱的 後面不知怎樣 按按鈕 就轉一轉一轉 就轉了 要出什麼就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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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把照片放在廟裡 我們都是差一點 我們只有出不出 他就不是 出什麼就出什麼 怎樣出都可以 怎樣出都可以 你知道後面有一個特獎 在大陸有買的 是 有張報紙出的 白小姐 那張報紙出的 有張報紙出的 就是人們買來 今個禮拜出什麼 然後最後那個數字 是很棒的 可以有三段賣 即是三、四段的段賣 又可以買單箱 即是有人再收一次 不是,裝生賣 即是有人造裝 那些裝叫做早頭 是 是 即是現在還存在 中國沒有東西不存在 即是沒有掩蓋 怎麼掩蓋 我只知道 十幾億人掩蓋 我看過那條片 就是六合彩 不知道什麼 有個假樂彩的campaign 就是找了一群超過五十人的calfe 就做一次 就其中在香港的高官坐鎮 就在那裡推廣他的買法 是啊 那些進入大陸 什麼都移環移真 他整間工商銀行 都是人工砌出來的 很荒謬 有標誌 而且最近 因為我們有朋友在上面拍劇 有個劇很受歡迎 但無緣無故被人腰斬了 因為有個鏡頭不能出 因為拍攝裏面有一間銀行被人打劫 但他當然避開了真的銀行的名字 說一個假銀行的名字 對 跟一個真銀行的名字 後來兩個字相同 就被假銀行刀灰 就告發他 搞了整部劇 拍了一千多萬 沒得出 沒得出了 因為剪掉了 電影 後來就停了 就是要重新再找CG抹掉 還是怎樣才會再出 但是宣傳等都配合了 讓你搞一搞就完蛋了 那裡一定有力人次 對 為什麼我們覺得很荒謬 但上面可能真的有一個必要 因為上面這些假銀行 周圍都是 不是 我講講假銀行 他做真的一樣 然後收了這些存款 突然間 回去 沒有了 我上次也講過 有我朋友在Apple Shop那裡做 那裡是蘋果店 然後 那間店收拾了之後 他走到蘋果總部投訴 說出不了糧 然後他說 昆明也沒有分店 這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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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二十多年前用過 你也用過 絕對 這個呢 這個最早源於什麼 源於澳洲 真實 UGL 不是 那個原地 是 澳洲有一條橋 好像香港那些隧道 就有很多個收費站 有一天呢 有一個擺工 好像退休那樣 走來 一個人 搭了一個 搭了一個收費庭 收費庭 那些人呢 看到擺工那麼辛苦 一個人搭 搭完之後呢 他們有一個收費機 有一個收銀機 然後呢 那個擺工呢 就走出來 就指揮那些車 沒有那麼迫 再來這邊 那時候呢 那些車 免得這麼迫 就去了他那裏 他進去就收錢 一二呢 就收了幾天 十年八年了 十年八年了 為什麼能夠過橋呢 就讓你過橋 為什麼不能過橋 就是要過了 過了他那裏就過了 其實原本是不收錢的 原本是不收錢的 過了都收錢 但是呢 他再加多一個站 就是多收一次嗎 不是 比如收十元的 過了十元 他就收十元 我知道 那他也要給他過的 真的 那條橋呢 前面是攔了 比如說五個卡位 收費 他再加多過而已 過了卡位 一樣是過橋 就像我們開了隧道一辣 拔了十個 他再加多第十一個 那你在那裏屈進去 我明白嗎 他還能夠入手 那些人過去 從頭到尾都是僭建的 沒有人知道 那直至有一天 擺公沒有回來上班 周圍旁邊那些老朋友 很奇怪 就四處問了 哇 阿伯為什麼今天不上班呢 看看那個機器又沒有了 於是走上小二樓問 哇 喂 阿伯沒有回來 咦 哪個阿伯呢 那個是第十一條 拉那個 這樣查 沒有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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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已經收了幾年 就走人了 這條橋呢 我終於用來拍戲 雙星部戲 不是 是電影來的 我記得好像余僧做 不知道是膽薄膽還是什麼 余僧也演戲的時候 演戲 應該是八十年代初 八十年代初 那時候是假裝女人還是假裝男人 假裝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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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套片叫膽薄膽 假裝膽薄膽 假裝膽薄膽 其實美國呢 我以前看過一個新聞 就是 美國的那些 德加斯斯的老土 那些州 那些人 真的沒有那麼精 那也是最早期 那些提款機 就推了進去商場裡面 然後裡面什麼都沒有 以為是高科技 因為提款商場 就説你的密碼 以為是這樣 然後裡面有一個人 捐進去裡面 好厲害 他進入了一個卡 他就代上去 然後立即找張那些 那些紙條 立即看著人家按 反轉都看到他按什麼 看到他按了密碼之後 就抄去 他就黏了那張卡 也好原始 然後就拆了出來 就說 吃了卡 然後一天收了 那些卡 然後就連續去另一處按 他就捉不到他 誰知第一次 因為沒有不理了之 誰知是定期來的 他也不是很貪心 可能是一個月來一次 但被人捕捉到,拍了影片後,就被人捕捉出來 就被人捕捉了 其實不怕舊,人們貪慣方便 香港人都是,你經常貪方便,貪搭順風車 被人騙了你很多年,你都猛成聲 CY是否騙了你這麼多年? CY是騙不到的,幸好 以前騙了很久,騙不到的,黃秋生也被騙到 黃秋生也被騙到,我被騙到 我也騙不到的,但事實上很多港人都被騙了 肥媽那些,這麼做的事你都罵,罵走了怎麼辦 那些人一樣,在提款機被人提了錢 就是這些人 她說過一個月前,她說 不是人的,不是人的問題 我不做的話,香港社會問題都解決不了 但又是出口術了 但她又倒過來,她說 除了我誰可以做到這些事? 對,先講第一句 對,先講第一句 再講第二句 第一句 即是誰做都很困難 像是而非 甚麼事又是 人就解決不了,要制度解決 制度由底到面都爛了 那又怎樣做呢? 講出來是像是非 那些人有可能信 有些人信了 有藉口信 第二,第二次我考,我得 這個就是支票 所有人競選都說我得 別說我不行 你得,你得你做 其實我覺得這群人在這裏 全部的邏輯都有問題 你把他們拆解,自己打自己 是 因為現在香港的 那些人全部 要是信權威 要是信沒有理由的理由 他總要找理由就信 我們 六八九是這樣 那個 最出名的那兩個人 為甚麼那些人這麼討厭他呢? 一個就是教育局局長 叫巴曲頭 對 不可以 另外一個就是發展局局長 那個是波叔 波叔 這兩個,為甚麼這麼多人 要提這個人兩個名字 怕著呢? 很為他擔心 CY不做他後面的前途怎樣呢? 還有甚麼可以做呢? 很多人都擔心他們兩個 我覺得這兩個不用擔心 他不擔心很多錢 最擔心的是 就是那個馮慧江 是嗎?為甚麼呢? 馮慧江就是那個 那個白宮代言人 他哪有人請他呢? 即是他這樣的了子 對 跟他本身不是有錢人 最慘 那兩個波叔 不可以擔心的人 你又知道不可以擔心有錢人? 他的家底都不差 不可以擔心都是在私人機構請回來的 不可以擔心我們私兄弟 波叔也是 波叔也是 波叔是一個賤人 他在立法局那裡說 他說 艱險我份盡 困惑我多盡 哎呀!生涯效果 是啊! 是啊! 多賤啊! 潛伏多得他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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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潛伏在棺材彈上來 真的是他彈上來死的 那些灰會立刻放回人 好像那些什麼媽媽一樣 哎呀!這麼慘啊! 但這兩位呢 這兩位呢 就是因為呢 經常呢 那些言論都是此時而非 是啊! 其他呢 就落實一點 就是 有一句說句 他倆呢 就 是否都找過理由出來 什麼? 呢?波叔為例 新有史 就是他又搞 他的利益就在面前 讓你看見 但他還在說謊 他就穿了崩 就是很多人都不會相信他 但是其他那些官員 他的底細不是太差, 即是他脫了一條底褲到街上走, 我的衣服漂亮不漂亮, 還要摸摸摸摸摸 那不行呢, 因為他有一張照片對他的前途很大影響, 躲在林鄭月娥後面那張照片 但不行, 我欣賞他, 真性情, 他去日本旅遊回來, 他說那些女學生的制服很漂亮 我覺得他是代表了某一種男士, 你明白嗎? 我只喜歡那些扭什麼裙子, 扭什麼裙子就說, 扭小裙子, 扭打裙子 不能碰回來, 大贊一點, 他是那些怪叔叔, 他是那些怪叔叔 特地要裙王和我做節目, 給女王校服裙子 有人說, 爺魚你, 自己在節目中不斷瞄別人的貓 但是為了出鏡又上別人的牆, 被自己人單打卻又偏偏要依敗類上自己的節目 被誰自己人單打卻?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我知道他在說貓, 但我覺得呢 被人單打卻又請敗類上自己的節目 人不如貓, 貓反而有骨氣 我不明白, 第二句我不明白 他就是說, 我在城寨那裏單打女王 笑他又有波那體, 又有貓走過 那是吸引一些觀眾 但其實他又不知道, 那句有波那體不是我講的 是你講的 那句話, 細良叫我解樓 他說, 你如果有貓走過, 你也要解樓才行 那句話又不是我講的 這位葛鋪呢 不用理他 我覺得我真的要理一理他 為什麼呢? 只要這樣才上來, 傻瓜 如果我不是同探長朋友, 同你們朋友 我不會在節目裡整理你 其實網友有一個習慣, 很想看別人吵架 他看到, 你這樣說人家波那, 他又不生氣, 又歡迎你來的話 那他們也有些落差的 那個期望壞了 他上次說, 不是想聽你說的內容 是想聽你吵架 他經常想見到一些人不和 其實呢, 波那這些東西, 是女人都有的 不是啊 不過呢 我真的見過有些沒有的 我真的三幾年才拿出來曬架 很少人呢 通常過時過節 是這樣的 那次是開幕啊 其實見過一次而已 開幕啊 不過那次我有看 開幕那麼緊要 所以葛鋪先生真的不好意思 令你的期望落差了 他們不知道 我每一次在城堂都說 蕭先生那些 辣味飯應該挺好吃的 難道我又擦他的鞋子 是呀 現在不能說的 我只喜歡吃貓山王 但是因為蕭先生有一碼 我特地不光顧 我光顧青梨 有很多女明星名的 那些 貓山王 那些 有很多女明星名的 那些青梨都是女明星名的 有很多女明星名的 有很多女明星名的 有些就是 我們不說她的名字 迪波拉 沒有 最多是台灣的 台灣的 什麼寧代艾替那些 又不是 最美的那個 林清夏 林清夏 那些是純情的 是純情的 最多是女明星名的 好 又說回這個 六八九的CY CY 很多人就懷疑 這件事是不是 臨急臨忙 要告訴她 還是 處心積累很久 已經 想謀她 等她在這個時候 折了那個理由出來 剛剛 她女兒進了醫院那麼久 都不說 兩個都不說 醫院那些人都不准說 但現在 剛剛給她在後面 後面的報紙是比較壞的 臉房 就是標題黨 臉房出口 臉房出口走 透露了一些 這些我相信 是故意漏出來的 之前 做了一個 蘋果出的 做了一個 叫做 復善 然後翌日 她就大把理由 要照顧女兒 又不見她 沒有錢 她直到這個時候才出來 是最後的通知 我想她女兒進去的時候 十月的時候 已經叫她自己離開了 她就做了很多功夫 你猜猜 我猜猜在那裡猜猜 你猜猜猜 你猜猜猜 猜猜到最後一刻 沒有路走 就要答應她的老闆 她也 gou 她特地 their 在 anybody lyma 那裡等習近平下來 這個很強烈 Lyndon 很明顯 她還在做選舉工程 這點是她做的 他們的老闆 一早有條action handmade 他自己不知道,這就是這些木偶的悲哀,他老闆一早已經拍了板,但沒有告訴他 你覺得他沒有告訴他? 那你不告訴他,我為什麼要告訴他? 做情報工作或者政府的高層有三個叫做,need to know 我不會告訴他,我為什麼要告訴他? 不如再埋單吧,這三個月來,這麼多意見領袖,這麼多網台主持 那些猜對和猜錯的那些,班農門也不要說,有猜中又猜錯 我最欣賞我的時事評論員,你那個朋友 有很多朋友 你以前在城寨之前在哪裡做? K100,不是,D100 時事評論員也很多,很多的 冰皮魚餅? 他怎麼說呢? 冰皮魚餅的其中一個寫手,也是朋友 他怎麼說呢? 他最初說,六八九不能入閘,他出的機會是零 你誰和我賭,我一千倍一萬 十倍? 我都受了,我都受了全世界 然後呢,過了一個多月之後,那時候六八九的世紀 又DQ,又搞事 他自己做的,自己做小的 但是那個人就努力了,他開始寫東西,就說 不是呀,現在危急了,現在六八九可能連任,我們一定要做些事 到最近了,六八九剛剛跪下了,他說 我早就告訴你了,我認識以前的一個世伯 十四隻馬出,買了十四隻 有有有 每次都排隊收錢的,場場都贏的 這個世伯我也認識,如果你是那個 是那個 韓宗船嘛,不怕說 他不會告訴你,但他只帶了一托票 現在他就說,又買了甲,又買了穴,然後跑出穴,我就告訴你了 你全香港的人都是廢的 他丟了後面十三張飛 為什麼登神不學一下東西呢 登神的Eagle太大了 他經常賣粒米飯,又什麼貓山王 還有一件事就是,他是封了神的 封神榜長的名字 封了神的,封了神的人不會覺得他會錯的 他封神的頂上是地主 是呀 頂上是則如沖和太古城之間 是呀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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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地都很多人封神的 不只是他 我們又不能夠說一個 很多封神的人都自己封了自己 說話不會錯的 另外我聽到一個人的消息 他講了李的台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好錯說了李 他說有一個城寨的主持 就說薯片叔叔 就沒有行的了 收皮了 很絕望的了 他突然走出來說 不要問不要問 意氣風範 那我不知道是誰 因為人家告訴我 他又不說是誰 這些就是 是不是你說的 我沒有說 當然不是他 這些當然是香港最厲害的 所以說大陸長頭草 投機分子 怎麼夠香港 香港只是最多長頭草 最多投機分子 我聽說薯片叔叔的精要 猜錯的人都會錯 但後來又跟著薯片 為什麼可以呢 因為他騙過手 噢 追著人家 即是忘記了 那些是亂來的 亂來的 我一直都是這樣說的 我自己很合理的 我沒有說過我猜對 但我一定要盡量去猜 我分了兩樣東西 你們大家分析一下 一兩樣就是你想有什麼歐琴 另一樣就是 客觀地你覺得什麼是 likely 兩樣東西要拆開來說 沒錯 我很想薯片贏到 但客觀來說 我覺得他前路是很艱險 但不是等於不行 但我不太想見到薯片贏 理性上是想 但主觀上不想 原因就是 我不想見到一個相對好人 他心底也好 而且他又 起碼很老實 但你被共產黨這樣 娛樂 被共產黨這樣遙控 你迫著要做一個壞人 迫著要到處 被人大老母出街 我又不是這樣說的 我佩服薯片 我不認識他的 連見面握手都沒試過 反而我見面打過招呼 我一說我當然不認識 但禮貌上在社交場合 都沒見過莊珍 但你看回他的歷歷 他在82年的時候 來香港做公務營 那時候已經三十多歲 他之前在美國 哈佛、MIT 他在做過教書 做教書之前做建築師 我想說一件事 這個人如果為了錢 為了事業 為了他的大機構 他用不著回來香港 你想想 他用不著回來香港 香港有什麼不好 在那裡有舊成 他十幾歲去了美國 然後讀過了名校 做的事情還可以 他家裡也不可以 其實他的價值觀是比其他人 所以你想想想那人想做什麼 我認識他 加過手 但我那次怎麼認識他呢 就是李安請看電影 看那一套叫段貝山 早點 我一進戲院 我跟我的老朋友 阿童傑 約定了 頭那時候 頭那半小時 或者四、五分鐘 麻煩你坐前面一點 我坐後面一點 我坐後面一點 近一點 導演 就不能睡覺 看的 他先睡覺 然後下半小時 到我去睡覺 他坐後面 睡醒就到我 這段貝山也不太睡覺 睡覺 都不睡覺 你是不是一到那兩個男人 搞事 不是 我都沒看過那兩個男人 沒看清楚 誰打誰 已經睡著了 只是看到那個警長 什麼都看不到 只知道他戴頂牛仔帽 很陰空 很陰空 然後就看到他 就算看手影 他都去 為什麼呢 他很想聽別人說話 這個印象 這個印象 我挺好 他還有一個印象 就是 他原來聽我在廣台的節目 聽了十幾年 我說你為什麼聽 他說 學習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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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敢 很陰空 很陰空 稱呼你 就不會叫你次官 叫你劉生前 劉生後 徒生前 徒生後 即是那個人 即是傳統的 不會說十九才子 不會的 即是捲翅子 對捲翅子 他不會說的 即是那個人 我覺得 那時候已經是高官 挺有禮貌 不是因為他補我 其實他的氣質是不同的 很明顯 就沒有那麼世界仔 但因為這樣 我才覺得他做不到 因為這樣的人 我們爺爺未必喜歡 最主要是沒有痛腳 我覺得 不太喜歡這些人 我又跟你們分析一下 我城寨拍檔 Jeff Jeff 他就說 如果你覺得爺爺不相信 薯片 怎麼會讓他拿數 讓他做了這個財政司司長 這麼久 我又這樣看 我覺得徐少華很道理 但另一件事 我相信你做財政司司長 不等於 算你做特首 沒錯 對 有人就挑戰了 探長 即是說六八九 不是壞人 你又拿了說話的 這些人 邏輯有問題 不是 我解釋一下 邏輯不同 人人都不同 不是 有一種叫邏輯 有一種叫按鈎邏輯 不是 我也包容 交流一下 我就是說 六八九會做到超過 人家本身叫你做東 做西 你做西 你做西 你做南 和北 他經常都自把自為 人家叫你做壞 他還特意和香港人作對 而做更加壞的事 反而可能上面 都沒有叫你這樣做 他就是跟其他人不同 其他人做都是壞的 原因就是 你沒有可能做一些 利益了香港人 而利益不到大陸的事 所以你要被迫要做壞人 這個又是列寧說 真理行多一步就是荒謬 真的 真理行多一步就是荒謬 你看一下六八九 我看到有一次 我認為一定是他有份 打個電話給他 問過他 好不要放催淚彈 這件事很多人都傳 那件事我們都說過了 我又不想沒有電話問過他 當然沒有 當然有 當然有 怎麼會沒有 這麼大件事 還有人說他提議用醬家鐵彈 他想當晚就開齋 開了 他開會的時候 有人爆了 還說 會 遇到死幾百人 那個呢 他以前 以前 那時候 那時候是保安的會議 這個就是謠傳 不是 但是 你說沒有人問過他 放八十幾個催淚彈 我就不太相信 這個不適合常理 他就全部推下去 對 他從來沒有 這也是他的問題 他從來沒有錯 對 他什麼都推下去 推到前面 誰不知道 當然不是他做 不是他做 不是他做 不是他錯 為什麼呢 最後是你是老闆 我們做 你知道嗎 那個PA的導演 如果是爆炸 沒有問到政府 拿了保安 坐牢的不是他 是我 那封報紙 如果寫完一篇文章 他都會坐牢 對 他都會坐牢 對 田豐先生 田豐日報就是馬經 田豐最低就是馬經 但是他又要坐牢 就是因為那種報紙 是他登記的 對 他登記就是他 如果用公司登記 就抓總編輯 那一定是人 就是我們做金融業 譬如說每一個證券行 每一個 譬如說 期貨那邊 股票那邊 都有一個RO responsible officer 有兩個 如果裡面 下面那邊有 燙桂桶底 騙了客戶錢 就那個RO 坐牢 就是這樣的 怎麼會不是那個 其實689 在這幾年裡面 親自示範 什麼叫扭曲真理 就是我們一向習慣了 不要說英國人管香港 就是一般人的常識 一般人的常理 他都嘗試的挑戰 是 他做了 我們的聽眾不明白那件事 an individual can make a difference 本來那個制度 沒有那麼糟糕的 整了一條賤人下去 令到他更糟糕 是嗎 沒錯 這個絕對是真的 因為呢 制度還有很多 叫做針著拳 這個世界 不會說任何一條路 劃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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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是制度 怎麼請人呢 就繼續 等於出閘 你不拉那個卡下去 那個 阻礙的那條棒 不會起的 那就是mechanic 用制度 但是現在是人做的 所有人做事 要給 有那個叫做針著拳 針著拳的意思是 就算法官的陷障權 法官很重要 針著拳 同一個案 這個判多 這個判少 就因為他看察不同的情況 不同的人 他良刑起點 是八個月 良刑去到兩年 他們可以變八個月 可以變兩年 沒錯 由那個範圍中間 所以我們老友 變了不用坐牢 非禮不用坐牢 我是不是很明白的 他可以 可以不是火箱 可以是社會服務 他的社會服務 就是去 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 但是 社會服務可以 大鋪到 去通坑渠 遊七 但是也可以 廉順豐 現在沒有信豐廉 就像明星之志一樣 就是我世侄 就是彈結他 對 很離譜 就是犯罪就要彈結他 你 你適合你 對 我不是世襲人士 不可以做 我不是世襲人士 你是世襲人士 他不是透過訓練班 不是透過歌唱比賽 所以我們 都有共同的 共識 就是 有些制度 被貿軍 握著手 他可以使用他的著情 去盡 不停用他的方法解釋 他有很多空間 可以活動 其實特首的權 原來是這麼大的 但他用到盡 但是他把權力 去達到一些私欲 對 這是最大的問題 我最不明白 就是社會 你見到一個這樣的人 在娛樂 我們 公務員 可能他 都打算得分工 但不知為何 那麼多人配合他 重大 我重大不明白 就是有些傳媒 為什麼 在廢話 說完一些事情 你要理他 你要趕分地報道他 如果新聞 無線 無可說 已經被他收賣了 但其他新聞公司 你真的不明白 當然 當然 師弟 我也不知道 明不明白 譬如說 我所知羅燦 和趙應春 都不太吃 那些飯 每個人都不吃 但為什麼他要 陪他瘋 你很明顯 現在NOW 和Cable 譬如說佔中安時間 他們也有些 不偏不偽 譬如說要報道 我現在說 紙媒 就全部被他們買通 但是紙媒 是買通不難的 大紙媒 就買通了 你知道那個大紙媒 譬如說 你升到 就買通一個人 經濟又買通一個人 你這樣買賣 就買光了 所以現在你就得回蘋果 這個世界要生存 蘋果 譬如說 他的紙銷售得 他的廣告都不下 如果廣告不下 那你有什麼可以做呢 你選不到 就找一些大媽 封鎖路 不讓你出貨 這就叫做法治的問題 我那時候最興奮的是 肥佬妮我認識的 但我不是說他肥佬妮是好人 還是壞人 不是這個問題 你有什麼理由 那個禁制令 那些警察拿著的紙 就是蘋果拿著的紙 那些警察說 禁制令不用管 你們照去 那些大媽在那裡衝 但是那些的士公司 小巴公司 就可以用禁制令 在旺角做同一件事 就是說同一條法例 兩個不同的執行方法 這就是政治的決定 在這幾年就看到了這些 幾大邪都有 就是因為689 他做多了就是這些 那些什麼人呢 黎伴子 肯定不是香港人 什麼叫黎伴子 我們都沒有這樣叫 肥佬禮 就是 這個就是同一條法例 一樣的執行法 但原來執行出來是不同的 這個就是破壞了法治 對 所以接下來的日子 就是大家 可能 你穿個耳洞 那些人就知道了 就是那個耳洞被人 挖大了 就是有一塊一塊一塊 我覺得用其他東西形容好 我就是不想那些 留給你 那你收細 大家都 收不得細的了 就算你再找手子 你都不覺得 就是 他整個拳頭堆下去了 他不知道 我呢 這個呢 就被他玩殘了 這個呢 因為大陸自己本身 都不是這樣 是 都已經慢慢有進步了 但是都未知到這樣 這個呢 這個呢 太過奶得很重要 是 變成過了份 他自己都不知道 是 我又舉了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 就是 我又不是討論黎伴基 雖然我又有簽名 就說 要求 發牌 發牌 但是我不是說要爭著他 一定要做 有沒有利益我 就不會聘請我 聘請就聘請我 我不做 最大問題就是 最後不發牌的時候 那個理由是什麼呢 因為行政會議 保密 這個是否保密 是 他說出來是完全合理的 但是呢 這個是廣英那時候 因為要將廣東 港督 會跟行政會議 行政局 那時候 港督會跟行政局 的決定 是 等於英女王下令 是不需要跟你解釋的 我這樣就這樣 我是說這樣就這樣 現在呢 你就一直說 我們自主 人民自主 自治 已經回去五星期了 是一個起碼高度自治的地方 但是仍然用回港英最壞的法例 最壞的一個藉口 就是 我不需要解釋 我說不行就不行 為什麼不行呢 沒有解釋過 後面有三個委員會 都說可以的 你記得 包括政府 他底下 Gary都說可以的 他就說不行 我不是說行不行 有沒有利益我 沒有理會香港 破壞制度 破壞制度 你起碼都要告訴別人 解釋 什麼理由 為什麼不行 你說他怕他賣 那你就加上條例發牌 你十年來 八年來不准賣 你知道我看到他套路的 劉先生 我不敢叫你次官 我是師兄弟 我是師兄弟 就是說 你見到陳文敏這件事 是啊 他用同一樣材料 是啊 又是 比如說我有個輪選委員會 有這麼多人推薦 我們正常大學機制 已經過了所有事情 給他做副校長 但是他突然間可以 用一兩個人的意見 將以前做的事情 全部都推翻 以前做的方法 全部是妄固 嚴不解釋 嚴不解釋 就等於剛才志願說 另一個例子 行政會議 一模一樣 我不需要跟你說 你明明所有的 委員會都說 應該是這樣做 應該是三個排 不需要 我就是 打橫來 這個問題是甚麼呢 我都很贊成你 為何香港的傳媒 不針對這件事 針對到尾 這件事 其實不是因為 比不比環危機的問題 而是你破壞了 整個香港傳統下來 就算英國政府在這裏 都不敢亂用這個 的職業 你完全破壞了香港法治 以及我們信任政府的基礎 為甚麼信任你 因為你雖然有這樣的例子 但你不會亂用 你當時港督 亦不敢亂用 行政會議 亦不敢這樣做 即是某程度 你放在這裏 on paper 的東西 不是等於你可以拿來做 那條界線就是市民 和政府之間的互信 就是在這些位置 送禮物 收禮物 是一個渠道來的 即是你條例去到哪裏 我著情 或者我送了你 但你作為市民 你會覺得你是尊重他的 即是我不會每次都 注注你死地 就是這樣用的 那你說很多民憤 現在很多研究出 香港每個個調戲不相信 為甚麼民憤呢 民憤是這麼累積的 民憤不會一天透著這個火 這個火要很久 有時間透過 現在透過現在 我認為 直到去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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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時對警察,我對警察竟然一點同情心都沒有,我要否釋解我自己,但是我經歷過什麼呢? 我看到你在龍和道,我看到你怎樣對曾建超,我看到你那個朱經緯,經過這些事情之後,我對警察是沒有同情心的 就是說人要誠實一點對自己的感受,我不怕將自己的感覺告訴你 就是說為什麼會令到香港市民對警察會有這樣的觀感呢?你有沒有考慮一下去檢討一下你做了什麼呢? 好像曾建超這件事,我現在的帥哥大狀,那是另一個人來的 在距離收了錢來講,他就一定想出一條計劃,但你講說你也能夠收拾吧,不要緊,他不怕你笑的 他也說了,他想不到,其實這件事就代表了一件事,暗示了一件事就是打人是真的 他不怕他打了另一個,如果打人是真的,打誰都不對,他只是玩過程序而已 將來就算是打一個人X,你找不到出來,證據是打X的人,這個人掉了 但是我認為如果在警察內部都要處理,為什麼呢?因為他真的打過人 所以我想說,當你這樣橫行霸道,別人看在眼淚,恨在心頭,那些扔磚的人扔掉他 或者警察血流披臉,我一個旁觀者,我對警察不同情,這件事就是一個訊號 但我比較冷靜一點,因為我看到那個是交通警,因為從來都不會介入這些 我覺得那些交通警都是被人滑,開槍的都是交通警 因為那些人是被人滑,他們猜不到無端端… 我現在不是說他扔磚的,這種是說我的感覺 我意思是說,我比較冷靜一點,因為我知道那些交通警 不應該在那裡執勤的,因為通常那些速龍或者CID 是專門拘捕市民的,如果那些被人打,我真的馬上燒炮獎 這個很難說的,在戰亂的地方就沒有所謂,不能分得到你的 以前日本人最壞是甚麼人,最壞日本人是甚麼兵呢 我老爸那輩經常說,他說最壞那種兵就是那些運輸兵,工程兵 那些是甚麼人來的呢,是台灣人和韓國人 他佔領了這兩個地方,他把那些人拿回來,那些人很慘 他根本的祖先都不是你的,但是他對這些人出去做苦工 做掘戰豪,起鐵路,做粗重的事情 那些人捕到好行,他就放這些人出去,搞亂來 奸淫邪道,搶掠這幫人多 所以,但是在殺日本人,遊擊隊散的時候 就不算你誰是,有沒有奸淫用掠的 總之,你揹著日本旗那個就殺你了 因為那個地方,我很熟悉的,我漸望都很長日子 我知道那個位,就是整個邊皮的位 那裡,因為他完全不可以攪亂阿家路街的交通 所以那些交通境,是不是也要在那裡封住那條路 那些警察如果呢,他可以防止他不衝出去阿家路街 他在裡面已經可以打鴨這樣打的 但是很刻意,很明顯就是,專門被鬆懈出到那裡 搞入那些交通那裡,而那些人中了伏 我看到就是,那些警察也是,專門造成一個局面 就是那些警察不是有準備去防暴那些人 而撞到一些暴徒,所謂暴徒 其實呢,我剛才說,我不介意把我的感受說出來 我明白,我明白 但是其實你說我是不是不冷靜呢 差開說吧,最不喜歡被人說 就是說冷靜一點,一說這一句,對方就會發毛 但是我其實很冷靜,我意思是為何那些人對警察這麼想法呢 但是回頭看,整個年初一那個,扔磚那些東西 那些所謂的魚蛋革命,我覺得是一個局 我覺得是一個局 然後那些本土派就起頭了 他說什麼,火與磚頭帶來希望 寫得這些東西,我認為後面有寫手 其實他配合了梁天琦的選手 然後他的票數比周浩鼎少,只有六萬多票 就可以大言不殘話,三分天下了 你明白我說什麼?是做了一個勢 這些全部後面有人去做勾勢 我面書不透這麼說的,整班都是賤人 我是很鄙視這班人的 但是我要看到,我們沒有證據 但是我覺得很奇怪,為何會整班人 為何會計算得這麼精密呢? 是嗎? 那個源頭,剛才說回來,要說CY 其實喊爛很多東西,雖然他不承認 但是全部後面都有他的份 這個民怨也有他的份 就是港獨有沒有他的份 一定有 講講為何我們的Russian Nail有他的份 我的想法可能跟大家類似 我覺得有他的酒指毛,有他的腳印 有他的口水鼻涕在裡面 你為何一個學院和香港民族論 這些沒有人看的東西 會在施政報告中說 說得這麼詳細 然後我就去買那本書 我說那本洪世 買不到 斷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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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政報告不是說這些 學院放在這裏派,都沒人要 其實很突厄的 其實他做很多事情都穿了崩 很明顯,或者他不介意讓你知道他的動機 專門留下手指毛 整件事都很不尋常 為什麼這個人會做這件事 手法這麼絕劣,而他又肆無忌憚呢 反而我覺得要研究一下 為什麼是他那個人的問題 還是他本身背後有一個人逼他 或者提他這樣做 應該不是逼的 我覺得不是逼的 應該是配合 你當人是白癡嗎 不是的 因為你覺得你騙不到 但是他受眾不同 動式的香港環境 十個,有八個認為是真的 那些是真的 你要很細心地 慢慢抽絲剝繭 慢慢看到他的手指毛 但如果我們用手指毛為例 你普通不是一個做慣這些查案的人 不會看誰 是怎麼看都 就算打入玻璃杯也看不到 我們這個角度好像很清楚 但是有些人遮蓋一部分 其實你找了一個代表人 例如肥媽 他是受眾的話 你打破杯子他根本也不知道 不知道 那些事情發生什麼都不知道 其實這件事反彈 如果有些人宣誓 搞這麼大的事情 如果我看回頭 原來香港有很多中華膠 你不可以說他錯還是對 這是現實 例如教協 或者以前那些六四一路支聯會 那些幾十歲那些 他是爭共產黨 但一說到中華 一說到中國 他又起了槓 所以如果你用這種方法 是會達到一些政治目的 你不是說什麼 你吹一個港獨出來 無中生有做了一些這樣的事情 就會令到反政府的陣營碎裂 即刻散了 沒有人相信你 你說什麼都不相信 還有一件事 我不知道 我拿出來給你們兩位 大家經驗多 去看看我說得對不對 你記不記得李黃楊什麼時候死亡 李黃楊 2012年死亡 你記不記得李黃楊死亡的時候 香港軒然大波 我們所有人 不相信不相信 中國搞成這樣 都很興奮 例如劉曉邦當時被人拘捕 諸如此類的 我們是很生氣的 但是當你本土說 日日在唱歌的時候 就要切割 成功瓦解 火長論 即是大陸那些關我的事 那你說 你這樣走下去的時候 香港是香港拆 大陸是大陸拆 大陸那些人 本來想支援雨傘運動 你這樣支援雨傘運動 其實有很多人 但是現在這群人 都會這樣 每次都對著旺蟲 我又不理你 你又不理我 即是說 客觀上 整件事我覺得很精明 令到整個抗爭 大陸那十幾億人的抗爭 香港幾百萬人 全部碎片化 全部瓦解 你明白我嗎 整群人都說 你又我做 你又我做 即是不用做 我覺得這件事 你說得對 但是我覺得 香港人就是習慣了 要跟風的任何人 但其實我最理想 我的幻想 就是 那群年輕人 有這樣的想法 又很正常 只不過是 他不應該會造成主流 有推手在後面 沒錯 即是推手不是年輕人 香港人就是 我覺得輸蝕在 未成熟的地方 就是他不想想自己 在捍衛什麼 他不想想別人 在反對什麼 總之那個潮流 去做 就一起去做 就欠缺了那種 你對那件事 自己的看法 這個就是 那個通識教 用不 口說 做不出獨立思考 最簡單 我當時 我最反對一個字 就叫做 佔中 為什麼佔中 完全沒有說到 你的目的是什麼 其實有的 你佔中 就佔到中環 因為這個 term 你不可以一個 term 就解釋了 不是 當年我做 中文法定運動 就說 中文法定運動 很清楚 我叫做 反貪污 觸葛 很清楚 反貪污 整個 movement 整個運動 是很清楚 動機是什麼 以及想成功什麼 佔中 佔中 你占領了中環 其實佔中的三個人 你不停地解釋 沒用 你不就直接 後來改了名字 改了名字 改了名字 叫做我要要求 真普選 你覺得是改錯名字 最慘就是 開頭改錯名字 太過簡化了 其實他的名字 不是這樣簡化 讓我與和平佔領中環 應該是這樣的 這樣也會死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不是一個 這個不是一個 一個標準 這個標準 不是一個標準 你要解釋 再解釋 就是大家不明白 現在你要走一件社會運動 就是一毛那個都知道 那個白在維園那個白都知道 你說中文運動 中文法定議員運動 全世界都贊成的 為什麼 阿爸都贊成的 沒有人反對 反對就是說 我不愛中文做法定議員 不會的 反貪污 誰不敢說 即是說一些出來 是人都會支持 是呀 是支持的 你的目的 我也支持 不過我一開始聽到 用愛與什麼 讓愛與和平 我都說 你咬口 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我也覺得很肉麻的 好像戲名 但我有聽他們 戲名也太長 夜夜憐無嬌 即是他的內容 其實是沒有衝突的 不壞的 我現在沒有說他的內容不對 你做運動 做一個社會運動 你做法理人 或者你做帶頭人 你起碼那個名字 走出來 精氣名 我覺得他們真的有說 但是他在那些論述 那些訴求 開會那裡說 天亮了 阿伯不知道 阿毛不知道 那怎麼辦 即是你一說佔中 那些阿毛 你會說 人家不用做生事 沒錯 人家不用做生事 你這兩隻傻的 所以這些人太離地了 我覺得 真是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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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佔中的兩個字 方便了一些反對派 他讀出來的靈性是不一樣的 意思是 他們那些人全部都明白 不過我覺得這些 有些是大陸那種漢語的一種 還有一個問題 他可能是鬼佬的 因為鬼佬 讓愛與和平的就是鬼佬 還有一個問題 佔也是鬼佬的 佔中是鬼佬的 為什麼呢 因為當年 佔中佔 是鬼佬的 但是鬼佬不同 鬼佬的文字開得很厲害 不像我們 其實第一次我都會恥笑他們 他們經常看馬丁路德金 在甘地那些 我閉嘴吧 你對著那個人 你的敵人是誰 你這樣說 我又質疑你了 真的 你的敵人不是一個民主政體 那你是不是要用火魚磚頭 未必一定要用什麼魚 但你用你的私民 你看到你經常讀壞書 歷史是多久發生的 你對著那些都是英國人 好了 你不用和平手段 用非和平手段 其實中間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到 你經常都假定你的對方是英國人 你絕食 他又聽你說 你佔領 又聽你說 愛與和平 他還口口聲聲說 馬丁路德金怎麼爭取 你不看西藏的人 那些喇嘛和自焚 他們都採取了 共產黨就是這樣 我覺得你還用這些 是很漂亮的 有很多左家 有很多學者 走出來支持 這是贏的 我保留不同意見的意思是 其實我們可以選擇的選項不多 我其實想了這件事 想了很多年 我都寫了下來 例如說 你可能只有A和B 你選擇 A就是用一些比較激進的 暴力的手段 或者是非和平的手段 B就是用和平的手段 對不對 如果你用非和平的手段 你想想有多少人參與 我覺得那件事 不是道德上不認同的 那件事是有困難 因為你成功的機會很低 就是這樣 香港人就是這樣 就是道德的光環 自己要保持很多 但自己其實又想人 不只是這樣 香港人親身 你去死也差不多 所以你一輩子都不死 這個就是 我們共產黨經常說 時機未成熟 條件未足夠 足夠條件 你就可以 做任何事都 順水推奏 只不過我經常都覺得 其實我沒有反對過 他們做這件事 我認為你是民人 當然是做這件事 難道你說真的 抓捉去打 但問題就是 不知為何香港人 總是喜歡坐順風車 即是他這樣做 例如我看到快必的時候 又說夾緊中環 夾緊中環 其實最早 搞佔領中環 不是黃楊達 是快必 為何你不自己做佔領銅鑼 為何你不自己做佔領銅鑼 為何乘搭順風車 看到別人 你整班人去那裏 挑戰別人 搞得不好 即是他說三子不夠激 你自己可以搞得激 其實我贊成是多元化的 即是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 跟政府抗爭 為何大家一個運動 就一起走到那裏 你踢球也分開不同的崗位 我覺得這個就是懶 但我覺得戴維廷他們雖然是一些壽才 在象牙塔裏面 但我覺得他也是用了很多時間去想過 ABCD很多不同的途徑 我覺得最後只能夠走這條路 就是用一些和平的手段 應該令到參與的人數多些 希望有些影響力 即是某程度他是投機的 就是你所說的 因為很多人受這一套 不是你要達到 那還不是投機人的問題 當然是答不到的 那你如果不是這樣 不是和平很多人參與 那怎麼辦 那我不是就是贊成 那幾個人走去鎮殺 我認為我不是贊成 我也是一個選項來的 我覺得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情 即是做孫孝先生那些 那些 我不是就是去刺殺親王 我就是覺得不同的人 應該做不同的事情 就不應該你不贊成他 你就去拆他的台 你夠坡你可以做的 自己內向太平天國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哪有得變的 這是中國人的劣性 每個人都想做教主 每個人都想封王 這是沒有了一個共同的目標 共同一個最後的目標 我那時候 我打算自己做一些佔別的事情 但是我跟別人開會 幾班人都立即跟你一樣說法 有些人不贊成的 被人罵你 我不是很介意別人罵不罵 我不是很介意別人罵不罵 我一個人做不到 但是我沒有同伴 我從那時候到現在 我都覺得戴耀廷提出的事情 是在所有選擇裡面 最合理或者最大機會的事情 但是這樣就算是投機 我不覺得也是投機 我也是投機 因為你覺得多人 不是的 因為你要看回香港的民情 正如剛才志倌所說 可能時機未成熟 但是香港人是有心 是已經是很反感 對於那個普選 所以 共產黨是永遠都不會倒閉的 他只要自己爆 因為這些人 就是 條命賤到 你這麼沒有專員的生活 你都要看下大家 一起時機到先 即是皇帝能夠去到清朝 還有皇帝 當然 我到現在都不可以 他有一個做法 就是要革命 要推翻 顛覆 你一定有一個 喚起的時候 大家民眾 中國在什麼時候 在1919年 開始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 其實不是最重要 是搞定我們那些 八股民 那些 什麼白話文 我手寫我心 那些 文學革命 那些是另外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 很重要 就是 喚醒那些人 喚醒 喚醒那些人 原來 1911 是沒有用的 原來仍然 全世界都是軍閥 原來全世界都是皇帝 現在 要打到那些軍閥 即是打到皇帝 一樣 要知道原來 中國仍在行帝制 不過帝制 就不是叫做清朝的皇帝 在思想上的經濟 一樣 到現在都是 現在都是 所以 你一定第一步 要喚醒 不喚醒 就沒有人去跟你 出去捏 怎麼會出去捏 第二步慢慢來 就是第二步捏 但是 我就說 你要造成一個 合適的條件 這樣 你容易一些 一去就去到 共產黨 合適的條件 合適了幾十年 陰共 是國民黨自己的 壞 給他做了這樣的條件 如果 共產黨不給他這樣的條件 不是日本人 打中國 有牌 可能 死了都沒有 我覺得共產黨崛起 正如我自己寫了一本書 亂講 我覺得是有偶然性 很偶然的 他是靠第二次世界大戰 靠蘇聯和美國的交易 和日本的武器 在中間插進來 他沒有兵 沒有武器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是黑衣的土匪 他根本就說 張介石 是一個 當時來說 是一個很困難的局面 為什麼呢 一邊叫做蘇聯 一邊叫做日本帝國 你兩邊都在夾過來 即是你不可以兩個敵人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捉到哪一邊呢 對 你要做選擇 如果你捉到蘇聯 你一定要給毛澤東機會 這幫人有喘息 這個中間有張學良 這個也是一個混蛋 下星期就是張學良和楊虎誠 捉獎的紀念日 雙十二 十二月十二日 在西安華晶市 西安事變 十二月十二日 剛剛就是星期一 星期一 星期一 那個紀念日 這個呢 明天應該我們 是1936年 是啊 今年是2016年 是一個 西安事變的紀念日子 如果當日 有個傻子捉兵 那個年長 傻上來 一捉華青池捉到他就砰,整個歷史都改寫了 那反而未必是壞事,為何未必是壞事呢? 因為在南京國民政府就會剷平沿岸 何英申就說了,接著我讓飛機炸了你,炸為平底 如果蔣委員長都死了,就剷平你,你覺得只有兩萬人 宋美玲說不好,要抓住他,否則韓欣已經拘捕了 韓欣當然做了,死了蔣介石,就到他了,為何不做 那時候是國防部長,為何不做 那時候這個平衡力很好,共產黨也看準這個平衡力 就是蔣介石不死了,和阿東可以過來派周恩留跟他講訴 韓欣就不會炸他的,起碼有個宋美玲在那裡架著腳 宋美玲立刻飛過去,去調停,當然 所以他這樣就炸不下手,但我意思是說 其實那樣東西是很多變數合起來的 對,那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很重要的轉率碟 在鄭那天,10月12日 80年歷史 有人想我們說說另外幾個 現在689不玩 他不喜歡聽我們的歷史 沒有所謂,等而下之那些 葉劉有沒有機呢,你覺得 我覺得葉劉的機會好像林鄭比葉劉大 我覺得林鄭有誠意一點 我又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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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林鄭這次的一番說話是放氣球的 換句話說,她未有祝福 我同意這件事 但她看出來好像很吸引 她就放了氣球,看看你那邊怎樣回應她 然後呢,回應是 positive 不用握手的 不用的 不用的,有正路的回應 那她就報名了 如果什麼都沒有 即她說得比較含運一點 對 ambiguous ambiguous 一個曖昧 很曖昧 曖昧就放氣球了 這個一定是放氣球 她也有政治智慧的 她不放氣球呢 將來她貿然參選 就百五都找不到 沒錯 那百五都找不到,你很沒面子 每個大熱賭 賭賭到 入了去輸不是奇 百五都拿不到 但葉劉就不放氣球了 一早就坐在那裡了 我認為葉劉就買大開勢 我認爲 這個人我認識過 葉劉很不害羞 什麼叫買大一勢 我先說去做一個特首 我參選 到時我選不到 希望你給我安慰獎 安慰獎 安慰獎可能做林鄭現在的位置 即是職務司司長 我也想過 她最喜歡做這個位置 她最明顯出口 就喜歡做這個位置 百官之手 以前她當時 港英的時候很可憐 她經常被夏鼎基欺負 她說她升級 曾蔭權、夏鼎基的上司 樓宗 她跟我說樓宗 什麼叫樓宗 即是那張Approof的文件 一直不發出來 所以她說 我很難以得到珍取 讀少些書都不知道她說什麼 珍取就是說 真正做回正的位置 即是不是ACTI 不是ACTI 但我們通常不會說是ACTI 通常會說什麼局長 原來她可能沒有珍取 她知道原來百官之手有一個這樣的權力 這個權力欺負你的下面 那麼多局長和AO 明白了 現在做家庭就要撕回身房子, 起碼有這個權, 但如果他現在去做百官之首呢, 他都是穿林鄭的舊鞋 我想他都很穿氣, 但他那時候說林鄭是妹妹, 曾經是他妹妹, 他都很酸的 香港大學七二年畢業, 英文是一級榮譽畢業, 為什麼不是他妹妹呢, 你有什麼額得過他 他自己的看法覺得屈屈不得知 是啊, 他不止於現在做這個立法或者行政會議的成員 他說想做行政會的成員, 你記得當年韓振英怎麼說? 你選到立法會才跟我說, 你記得嗎? 就是很樂面子的 很樂面子, 你當時他是選立法會 那你選到就跟我說, 選到我就選不到立法會議, 我又讓你做行政會議的成員 這樣嗎? 所以他, 梁振英如果瓜德, 或者被人搭下來, 葉劉是會開心的 現在說話你就知道, 這句話你就懂得聽 但是其實梁振英下台, 其實影響了很多其他事情 例如最簡單就是黃維基因公司的股票 升了33% 對, 很多變數, 以及以前跟車很貼的那些 現在很囂張, 例如陳茂波和... 還有一個中大的師弟, 我也覺得他應該擔心的, 那個叫張志剛 哎呀, 沒空看了 那個不知道去哪裡 那個沒空看了, 那個現在是那個師爺 那林健鶴又怎樣呢? 最後一個益島贏了 沒有所謂的, 那些就像戰爵一樣的 林健鶴那些沒什麼, 林健鶴那些根本就是唐英年那些人 我想說什麼呢, 就是那些以前的粉絲, 叫做梁粉 那我見到第一個, 立刻有status, 即是大家不起眼的 就是李施燕, 立刻轉態, 哇, 林鄭是一個好官 有人前秘, 什麼都說出來, 哇, 你要不要快到這樣 但今晚在遮打公園, 還見到那些叫做什麼 傅鎮宗那些, 那些那些流羅 不過如果不是有些很不健康的政治氣氛 這些流羅, 暑蝕狗狗 我覺得他還不出聲, 原因就是他買了一個套餐 你一年就幫我出來喊四十錢 收了錢, 要買一點點 他怕收不到美數 所以在中國的成語有點對 叫做跳樑小丑 為什麼不是第二個名稱, 不是跳樑的英雄呢 因為這些是一定使得他笑的 那些人的反反覆覆, 即是提供笑料 但有些人, 我就叫他做輕本皆仁, 奈何作賊 是嗎? 張宇人那些, 好人好者, 為什麼只剩下幾個月就把他捉起來呢? 他不知道的嘛, 大哥 不是, 有些人, 在他的視頻上, 將來多了一件事 做幾個月都做過 所以我看, 想說張宇人, 想說林建學 說錯了名字 那我明白 當年, 當年最後那天, 港英政府還要封著呢? 還要封QC呢? 這些叫末代王孫 最後一天, 二十四小時, 午二十四小時, 下午封 下午封就是晚上十二點就下期了 下期了 最後一刻, 坐船走之前 是啊, 幾個QC 還有呢, 今天就叫QC, 明天就變成G深 SC 都做,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都是有個名譽的嘛 所以呢, 為什麼, 別說, 現在有幾個月 有一天做, 他都做 即是這個, 張宇人呢, 就有黃馬掛, 花靈鼎 但只剩下那一點, 然後, 清朝皇帝都沒有了 這個, 英國佬呢, 就很陰濕的 每天, 著士都給你做 是啊, 他只是找數而已, 就比說你欠他 沒有, 他沒有找數, 不是一定要你現在的 你可以呢, 好像我們很多老朋友都是這樣 臨到英女王生日那天, 去英國封你著士可以 不是一定要香港, 彭定康給你 我們另外有個CEO, 在做鐵路那個 在英國封, 無所謂的, 一樣的, 著士 這樣就更貴一點, 無所謂的 那大家怎麼看呢, 現在還有幾個議員 被六八九搞了, 那這個變數大不大呢, 他不做 就是他不能連任 噢, 那些嗎, 根據那些嗎 不是, 現在有幾個被人DQ 你說的那些議員, 被他搞了幾個 就是會不會有個變數呢 即是隻貓在那裡走, 我沒有問題 看看你有沒有波那體 世良叫我解粒樓 那就快一解吧 不同的, 真的 即是你有沒有變數呢 譬如上次, 那兩個尤偉晶 就成功被他寄好了 還有四個來著 我覺得這四個是不可同日而言 我在自己面書的分析 問題是有沒有變數呢 什麼叫變數呢 即是會不會再繼續搞他呢 即是加多幾重力 即是搞別的議員 沒錯, 現在新的四個 因為剛才那個聚會 我們在車打花園 大家的氣氛就似乎 好像會沒事一樣 包括長毛 有事, 那個案子也是做下去的 不是, 長毛不是這樣說 我在現場也 我的意思是 他現在搞這四個應該是個極限 為什麼呢 這四個的例子 我不是說良油是好還是壞 我沒有這麼說 我是用技術去分析 第一, 他的宣誓還未正式完成 第二, 他裡面所說的 那個歐慶祥 就著這個宣誓及聲明條例 都可以整死他們 因為我看完整個判詞 即是那個本身 和良油的抗辯是很軟弱的 實事求是 但是這四個不同 這四個已經完成了宣誓 以及你說他是否誠懇莊重呢 我覺得他是 因為他沒有說過關於效忠 國家 香港是否一部分 還有道具 還有一個問題最重要 一個例子不同 就是 逢是這些政治的宣誓 或是政治任命 你過了就要過了 你不能夠繞回頭 這樣繞回頭 現在就是告訴你 可以 那兩個還未完成 剛剛Gordon說過 現在這個完成 你承認了他 即是跑馬 那場馬 第一次都完成了 第二次再講的時候 沒有完成 那兩個由頭到尾 因為他們的建制派要留會 不讓他們進去宣誓 你記不記得 頂住他 那次是第二次來的 第一次都沒有完成 第一次沒有完成 尤惠晶 沒有完成 由頭到尾 即是當時的秘書處 是不接受他 就想著下一個星期三 再來 但是再來的時候 留會不讓他進去 還要問過主席 主席他不批 所以他還未完成 但是這四個是主席承認了 承認了 做了所有事情 制度承認了 還有一個制度承認 人 制度承認了 即使你現在怎樣處理出來 其實都不應該去挑戰他 這個合法性 即是說這宗案 政府要贏 一定要到終審庭 才有可能贏 硬來就行 硬來有釋法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梁柔已經沒有了民心去支持 沒有了公義的基礎 因為他自己做的事情 令到他脫離了群眾 但是這四個 其實跟群眾沒有關係 你也聽我說 不知道我想說什麼 是因為梁柔籲籌 籌籌 籌籌 籌子籌 籌了幾十萬 他已經籌籌 籌籌一個籌籌 籌籌五千萬 我告訴你 因為現在那些炒火焦了那麼嚴重 所以他說 我打到終審評都和你打 打得你糟絕 然後到最後 已經是一年之後的事了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 對政府沒有好處 你不是抗日持久,對政府無罪,這個決定,林智英決定是因為他想續任,短期做強勢 所以有些人不是說這個勢這麼好,他找我們的錢來玩,我們有納稅的,我們有納稅就是找我們來玩來捧起他 你想一做,四五個S,打多幾堂就一億的,大哥,好容易,好容易 那我們的錢就賭下海了,贏輸都是我們的錢,那你說賺笨是不是賺笨呢 所以如果別人做了特首,根本就不會想這些事情 他不需要做小,他不需要這樣用這個方法 他就是連任的選舉工程,現在都和了 所以我那時候一看到,我就已經笑了,不要出這條矯子吧 這條矯子只是花我們錢而已,你真是過癮,你真是出名的 即是他沒有downside的,他沒有downside的,做不到他就沒事 又不是他的錢,你做了好,他又可以領工 他可以,他想著領工,做不到,法律是這麼公正的 什麼事啊,又可以,但起碼他就出了名了 還有,起碼,阿爺看到他做事,即是當時好像砰砰聲那樣 嘩,又弄四個,然後那時候有些泛民幾位騰雞 立刻想著補選的時候,沒有了長毛誰上 你都未能去到那裡,有陣子都未去到那裡 有陣子都未去到,有陣子啊 如果你真的去到終審庭,你想想打一宗案要多久 真的要年幾兩年啊 一看通了承見局就笑,只有笑字,還有一個哭字 只剩下就賺我的錢來賺,是不是就不應該做 那我想問大家認不認識劉夢熊 真的,我覺得很浪費 本來好戲劇性呢,他一出獄那時候 整個慢鏡頭走出來,那些白架飛出來 就在那裡讀詩話的嘛 怎麼現在都落空了 我想他很聰明的,他未必一定會讀詩話 很多說話都說 那時候經常都說什麼滑蛋 現在早做了,就算現在做都可以,不過他很聰明 他還未坐之前都說要讀詩話的 有一次小細搞的那些座談,特意叫了劉夢熊 他變成了一個泛民 我認識他,他來過我們節目很久了 那時候還說叫他來這個節目 一定來的,他叫他來的 但是有個問題就是,他說的話有時候只有笑 笑話也好 實際上說就是一番說話,做也有另一番說話 這些是很聰明的 很簡單,這些共產黨不一樣出來的 他本身就是共產黨的阿撻 他在那裡大,是油水下來的 他自己覺得很奇怪 在紅樹林,在沙楼角紅樹林上岸 很奇怪的,這些呢 這麼恐懼共產黨游了之後呢 又是要幫他說話 是的 而且他還是那種思維 那種思維呢 怎樣想呢,是共產黨洗腦了的 其實黎智英也是油水來的 絕對是 但黎智英有一點不同 黎智英來的時候13歲 而且他是早點來 他應該早一點 他變成在香港的基層 在那些紡織廠、製衣廠那裡做 他又會看到那種自由經濟裡面 怎樣可以發跡 我覺得他是誠實一點 反過來,你讓劉夢雄 可能他沒有聽,希望他沒有聽 如果他不是... 不是,我想他聽 如果他的過程不是這樣大的 如果不是靠共產黨回身 找到錢的話 可能又轉態了 我想,你們兩個都游水下來 我又試試比較劉夢雄和朱米拉 劉夢雄是怎樣發跡的 他就是靠跟那些左派的 紅色的企業一起發跡 用空殼來做 然後用空殼來做 他那些事情 但是現在你看朱米拉做這些事情 但是其實當日他跟李嘉誠有些相似 就是做一間廠 才能慢慢在那裡砌一些東西上來 即是你現在朱丹奴 因為政治... 我不會幫他拆鞋 我為什麼要幫他拆鞋 但是因為政治問題 他要切割了朱丹奴 但是朱丹奴這個品牌 好像鱷魚摔那些 是香港人自己做的品牌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值得引以為傲的事情 因為香港曾經有自己的品牌 而是從無到有彈起 然後創業的人賺了很多錢 這個就是七八十年代的時候 很多香港的成功的事情 我覺得是 但是劉武漢就是什麼 就是教財技 還有一件事 如果他不是跟CY分贓不雲的話 他今天還在建制裏面 是不是 他當時打算進行會 要這些 問得出聲 就是 很明顯是一個投機者 那你那個道德上 我那條線怎麼畫呢 我不會畫 我就是所以說這些人很變態 即是你 你現在整個泛民這樣 你逃給共產黨之後 你發了職 也是靠共產黨的錢 即是現在被人踢了出來 你就變成泛民 就反過來 如果踢回來 你就變成建制 是不是 做人是不是這樣 我有問號 我沒有結論 我有問號 一定 一定是的 因為 最後兩者 兩個人 後面都是為了一個錢 為了一個名字 有錢都有名 在他們有權 但是 這個 魯忠 他恨得出面 這個也恨 他沒有恨得出面 但我覺得不是昇華了 後期 可能沒有路走 一定要走那條路 你說阿黎 黎半子 黎半子 我覺得有些不同 因為 你的遭遇不同 可能信了宗教 或者朋友 不同了 我覺得他的價值觀 是比較闊 當然 看的東西都闊很多 如果我看 我怎麼知道 那個人的內心 是不是邪惡 我只是看黎先生 他寫的文章 我知道他看到很多書 而那些書是西方的書 不是大陸的書 我也聽過劉慕雄做節目 聽過很多次 因為我八卦 他經常都是背毛澤東 但我覺得劉慕雄那些所有的教育 都是大陸的教育 全部都是 將那些黨史 黨百股 背出來 但Jimmy Lai 那些 傅庸夫 也好 他看了很多西洋西方的東西 他每一星期的周刊都會寫一篇文章 可能他一個人有錢 就會覺得被人知道 有學識 但事實上 大家是有個分野的 起碼都信奉新自由主義 這件事不是那麼多的老闆 做老闆的人會相信 那時候 他第一個鄉樹輝 跟著楊懷康 那些人 都教他的 那些全部是新自由主義 新古典主義 那些經濟學的信徒 所以黎智英就變成在那個環境之下 但我覺得還有一件事 我不是說黎智英這個人 我覺得 佐丹奴當日為什麼會走一條政治路線 就是1989年的 六四 六四是改變了香港幾百萬人的思維 那時候他印了一件衣服 叫做小鵬你好 小平你好 那時候派不用錢給人 那時候六四遊行的時候 到處都有人穿著 那時候就令到人知道 香港品牌站在香港人那邊 跟你一樣這麼憎恨 香港品牌 這個是好題目 為什麼呢 又不是個個成功 是餅豬 還有一個叫BangBang BangBang BangBang 葉志明 好同友 那些品牌曾經紅透亞洲 很厲害 但這個金牌 倒極為無聲無聲地埋葬了 他的牛仔褲也很強 我10幾歲之後 我讀中學的時候 我們的同学也覺得還行 很行 竟然是掛媒體 三個即食麵也有,還有電視節目,拍戲,音樂 非途之後,失敗之後再玩非途 不在今日講,香港品牌發展,我們可以找一天講 這個很多東西講,樂兒率、醫人率、金利來、左丹奴 就算是2000年,都是香港品牌的 曾經我們都覺得OK的,但之間有不同的 譬如朱都丹奴奴,他爸爸全部都是買本來的 我們那一行,邵氏也有一個品牌,家和也有一個品牌 現在何在呢?當然有一些問題 現在真的要找一次談談,這個很好談 你想出來,它是反映整個香港這幾十年的發展 好,今天差不多了,多謝Gordon 我們下次又再來講講,多謝大家